就算現在要共渡時間 首先政府就不要不斷得罪人 就不要不斷拘捕人 就不要那麼政治犯 不要那麼多爭拗 不要那麼多篤灰 大家就可以共渡時間 你做的事情又真的做實事 又不是花拳秀腿 做一些有姿勢而沒有實際的事情 就算你說外國人 梁振英都說你有姿勢而沒有實際 你說要表忠 你表極都不夠 現在就說你的官員 梁振英就說你的官員 為什麼你不脫國籍 是吧 不會滿足到他 這一種國安癌細胞 最後就會自小 現在就是這樣 是吧 好了 你做這些壞事 你政治化 現在搞到今天 就是中大校長那裡 就是被人逼走 這個很明顯是被人逼走的 因為呢 之前有個施壓的過程 首先 吳樹培 吳樹培我預料了 這個就 我們一早已經猜到了 他可以炒吳樹培 下一個就是你 就是你 就是你 段崇智 其實如果你 你不稀罕 你不做壞事 你一早 你還能放下 你給別人的印象更好 他現在就說辭職 原因就很簡單 沒有什麼詳細交代 就是說 現在中大落實了 新的管治架構 現在呢 已經是合適的時候 密適了新的校長 新的管治架構是什麼 新的管治架構呢 就是之前鬧到滿城風雨的 中大校 中大條例 他現在要改的中大條例 修訂之後的中大大學條例 新的管治架構 削減校內的校長 校友的校長 那個校董會的組成 主要是關乎校董會的組成 那時候他說要改制 校董會的人數就有55個 減到現在34個 減人數都算 最主要就是校外和校內的校董比例 由一比一 就改為二比一 就是校外的校董 就是由李家超委任的校董 他委任兩個 你中大自己又選一個 即是說 以前是可以一比一平衡的 現在就變成校外管治校內了 校內的校董 以前多數都是那些校友來的 那麼現在 那個一個校董 就是那個校內校董 這個是代表著院校自主 中大人自治 這些校內校董 現在就變成了裝飾品 變成了花瓶 現在是二比一 即是永遠 就算我不滿 現在建制政府裡面的意見都好 我永遠都是小數 你可以出聲 但你永遠都是那些小數 就沒有了院校自主 現在就說 校長和新的常務副校長 需要校董會四分之三的成員支持 才可以拼任 你已經是絕對的小數了 三分之一的絕對小數了 校內校董 你要請新校長 委任新的常務副校長 你還要四分之三的成員支持 才可以委任 才可以拼任 這個就等於 完善支持的立法會 民主派成為永遠的小數 變成了制度上的裝飾品 花瓶 現在沒有人 所謂的改制 新的管制架構 就給你玩了 索勝 你們自己選吧 你的手段其實都是很文革的 首先改制 然後呢 就是把你真正的target 斷送至身邊的人 逐個逐個移走 是呀 撕走先 是嗎 那個副校長 副校長就是 之前就是 突然間 突然間炒 不通知的情況下 粗暴地炒人 那個吳樹培 本身吳樹培都反對改制的 是啊 不是啊 就是說他在動員那些校友 那裡簽了名 他說剩下了 所以不能夠再信任他 而 段崇智呢 就不夠愛國 就不站在政府那邊 就不得公正 啊 那所以呢 就現在 你現在就向他施壓是吧 向他施壓也有個過程的 就是呢 那時候是不是梁振英 是不是 在這個 什麼 在草案 即是他新的中大草案 通過的時候呢 那 段崇智呢 就被建制派不斷罵 7月的時候 去年7月的時候 梁振英就說 需要停用段崇智 8月的時候呢 段崇智又說 要缺席 就是又說 因病缺席 又要請病假 又缺席 立法會會議 那梁振英那時候就罵他了 你過得初一就過不了15 就說 段崇智呢 是因病辭職 應該可以因病辭職 陪吉條理身體 那同一個月 在梁振英施壓的同一個月 廉署發聲明 去調查他老婆 調查羅敏雅 她老婆 她就在醫學中心裡座話 去涉探 我們那時候都說了 這件事就很明顯是政治施壓 嗯 廉署怎麼會做事的 怎麼會這樣做事 怎麼會高調調查人的 廉署執 廉署 廉署調查是密密實實的 一向都說是 是吧 我們那時候就說 之前吳文苑 她自己報了案 她在Facebook裡說 都被她拉回頭 就是說她 違反這個保密條例 是吧 不可以爆些細節出來 現在你竟然ICAC 調查一個涉探的人 自己公佈出來 自己違反的 應該拘捕了廉署那個人 是吧 廉署誰做專員 什麼胡祖陸 是吧 不是 不知道什麼名字 好像光頭那樣 胡英明 胡英明 是 好了 就是要調查羅文雅 就是大家聞到 就是聞到你就是政治施壓 就是要逼走你 你不要逼我 你不就辭職 你不要逼我搞你 那現在 段崇智肯自己乖乖地走 但是她有個 但是她現在有個春袋 給你拿著 就是她老婆 一個涉貪案裡面 就是這宗案裡面 就找她來施壓 那時候呢 其實金耀基也看不過眼的了 金耀基就說 他們兩個都是很好的學者 不斷地有這種政治攻擊 甚至乎如果你想夾走校長 香港就會被質疑政治干預學術 你這樣搞就變成世界醜聞 因為連大學校長都要夾走 後國安法時代更加不應該這樣做 什麼叫更加不應該這樣做 你有權 有權 如果你要立威的話 就不是立一些打藤條的威 這就叫做威人威威不時威 其實你從港大開始 就是陳文敏做不到這個副校長 然後馬飛心走了 然後你看到八大的學生會都逐個逐個要解散 一開始就知道政治打壓 就一定在大學裡面就雷厲風行的了 啊 所以現在你說了 就是你段崇智 尤其是那時候 反送中之後 就太不時高等教育 就選他為全球教育風雲人物 搞到一幫建制共狗 就眼紅了 但其實段崇智本身也是個很沒膽的人 如果你看到19年裡面 是被人逼出來的 是被人逼到走出來的 有個女學生說 在這個什麼 新屋嶺 被姓侵 這件事之後 他才被人逼出來的 所以你說段崇智 就是因為 這個什麼呢 這個 忠誠不絕對是絕對不忠誠 現在香港就是這樣 這麼難賺錢就是這樣 這麼大壓力就是這樣 閉門會議都有人建議他的 完全不要理會學生 最重要是自保 之後的事情之後再算 大問題是當時整個社會 輿論壓力 尤其是學生的壓力 令他沒辦法出來 所以就是renews裡面 你剛才說的 忠誠不絕對 絕對不忠誠 就是renews裡面 comment段崇智 要走的一個中心思想 總之他犯下一個錯誤 他真的肯聽這個女學生 掃說他怎樣在新屋領 被人性侵 這一點 還沒有拿獎 就已經是一個政治錯誤 即使他之後 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包括是 任內他 他同意解散中大學生會 都已經是彌補不到 當日他在19年犯下的錯誤了 今時今日的香港很不開心 因為這件事已經代表了 即是你大學校園 本身有學術自由的大學校園 suppost 現在你已經被政治籠罩住了 你的教大都搞了什麼 國家安全研究中心 你開多多大學又怎樣 你說好像今天 有另一間大專院校 會有升格 是爭取了很久 都終於升格 那教育界來說 應該是可喜可賀的事 suppost是好事 suppost是好事 今天也有連登仔 叫出來 這個數字 我猜應該是去年的數字 因為我現在找回 出生率 今年剛剛才開始 你剛剛才開始 你講2023年 應該講2023年 那2023年來計 我就好像未見到 有新的新聞公佈 但是我只是計回去年的人數 這張圖 他就是來自World Bank 但是他沒有講年份 我估計應該是前年吧 你看看 出生率是214位 214個國家 你就排214 是吧 水源千學又要出來 那就是你悲觀 是吧 平均是多少 是2.27 全球來說 是剛剛很marginally 其實是夠sustainable 但是我們知道 現在的出生率 主要是由那些 即是回教國家 非洲國家 第三勢國家頂住 你看到這些 尼利亞 什麼詐德 尼日爾 即是這個 索馬里 索馬里 那些乾果 馬里 安哥拉 這些 坦桑尼 全部都是非洲 那你和幸福度有沒有關係 又沒有關係 因為阿富汗這些很多 喏 你要知道 Baby Boomer 我們香港的Baby Boomer 是誕生什麼年代 戰後 對 戰後 甚至乎戰亂時代 都生了很多兒子 原因是什麼呢 沒有東西搞 不是沒有東西搞 主要就是怕 你生出來 你很可能 很容易會死 毛澤東生很多 我寧願 其實 你一閒置 就生了 就是這樣的 你是怕 你很快 就 過不了戰爭時期 所以就是路生 就是狂生 所以你看到 你反而 這個跟幸福度無關 幸福的國家 往往是少的 生孩子 是生得少的 你看日本這些 這麼低1.3 生孩子的成本很高 是啊 大哥 我一出生 已經要想怎樣公書教學 我們那個年代已經開始了 老爸老母 凌晨5點鐘 已經在排幼稚園 排小學 我們這些人看在眼裡 你叫我們重演一次 我們老爸老母 這麼好的毅力 這件事情 我們真是至愧不如 現在 這個叫做 說回名愛 名愛專上學院 就可以升格為大學 加起來 香港有幾個大學 我們有朋友 計算一下 由理工 這個不講中大 不講中大 講大科大 由理工 九十年代開始 到現在 成大之後 公大 邻男 薯仁 教大 行大 行大 原來已經是 已經是六年前了 現在是姓方濟各 那加起來香港有多少間大學? 1 2 3 4 5 6 7 8 9 是在說近二十年 近三十年來講升格了的大學 是有十二間 還沒計算之前的 港大、中大和課大三大 是十五間 那麼多? 之後排下來還有大把 什麼能人? 演藝、藝術 有一間叫藝術嗎? 五輪功 五輪功是什麼來的 是澳洲來的 五輪功是說以前City Community College 東話、耀中、高科、港專 大哥你不要搞City College City College急執了沒有? 我以前在補個集 有沒有現代? 還有那些什麼港專那些 港專那些 真的嗎? 是啊 這個問題就是 你開多個大學 你那個學費不會因為公投關係失衡 而去減學費 因為你很多是政府補貼的 你施立更加不會便宜 是吧? 那麼我想問你 你是朱海這樣 朱海多少錢學費? 朱海? 我不太記得 我就是懷疑現在 朱海收不收得足 其實他現在的學生 朱海收得很足 收得很足 最近 我們早半年才說 很多大陸人來到朱海 就是特意選什麼 朱海樹人 去讀一些叫做沒有競爭力的學位 那些學位 就自在告訴香港政府 我是在那裏 我是會讀書 我是會長住的 然後就把自己的小孩 下來香港 那就勉強大陸那些第一 認受性差 第二 競爭大的高校 簡單來說就叫做搭板 是啊 然後又去外國 那你 藉著在香港讀書 就遲些可以跳到加拿大 或者澳洲 不是他們 不是說那些老爸老母跳 是說那些老爸老母在香港讀書 然後呢 他們的小孩 就跳去澳洲 跳去加拿大 年輕的 現在的玩法是這樣 就是 那些 本身有錢那些 以前可能會考慮新加坡的 現在就是香港 那些大陸的中下產 中下產 都是有錢的 都很有錢的 你在大陸人來說 五萬五港幣 珠海 珠海五萬五港幣 那他現在王牌的faculty 是什麼 他仍然是傳媒嗎 都仍然是新聞 我就是不明白 如果你說你現在有錢 你會不會在珠海讀書 第一 你傳媒不是怎麼賺到錢 你要第一份工 你以為明報 明報 很多年都不加工 很慘 我知道 慢鬆一點 好像是 以前陳昔之 故意寫了一篇文章 說入明報等於戰賣理想 你想想 你自己本身 你A Level 三條A 才能入到中大或浸大的傳理學院 走出來 然後你講做記者 一開波的月薪 我們那個年代 八千六 大佬 同樣地三條A 入到這個做Big Four 是慘無人道 大問題 人工是講兩萬起跳 差很遠 好了 現在呢 即是叫UGC Subsidize 那些學位 是多少 大概是15,000 是吧 差不多 15,000至18,000 這個數字是這麼多年來 但是去年有多少人報考 是49,840 其實你現在入U率很高 現在 現在不是 是 學士學位課程 說一萬六千個 是吧 但是你現在還要分 是不是要分給 有些要分給 那些大陸人 是吧 那些現在那些反骨議員 現在一個一個都反骨的 就說要加多那些什麼 加給什麼 不是張宇人那些說 加倍 加倍 加多一點 不是張宇人 是教育街 他也是這樣說的 朱國強 朱國強 加多一點 是吧 現在說兩成都不夠 那就加到四成 長遠來說加到四成 是吧 就是大陸的比例 羅拉圖說得好 人人有書 個個有功練 是吧 但是他的學費 不會便宜給你 是不是 你這麼多大學生 你不會因此而減你的學費 反而現在你做僱主 你更加挑剔 但是又挑不挑得起 問題是 現在短期內 我猜 其實現在你讀大學是很傻 因為其實就算你沒有大學學位也好 你的市場需要人 且不夠人 就算沒有大學學位 你DSE畢業 你都可以找老公 我猜 會的 現在是說 你剛剛畢業走出來 都有萬八萬九 我很記得我們那個年代 我捱很久才是萬八的 你就是做大陸人生意 你現在搞學店 繼續搞學店 就做大陸人生意 但是我很懷疑 你做得多久 這條水還可以吃得多久 現在是說有一天就吃一天 我們經常都說 即使是說 你本地人 學士學位 進去之後 收你一年四萬多學費 後面其實是說 有十二萬的補貼在 那這一筆對於大學來說 是UGC裡面的資金 全部都是大錢來的 那為什麼會升格名愛 為什麼會升格名愛呢 因為名愛也是天主教教區去刑辦 是不是之前周手仁 他做了一個什麼 他是不是交頭名狀之後 才順利給他升格 你看時間是很相似的 但是如果我們看回 周手仁他之前在新年文告那裏說 罵西方民主製造對立 社會對立 200幾年開始 我們以前看 介紹香港的大學開始 都已經有介紹名愛徐承斌 這一件事 是說香港天主教區 就覺得全世界各個重要的城市 都有一間天主教的大學 唯獨香港是沒有的 所以他們一直有一個執念 想跟政府說 可不可以將徐承斌升格 但是問題就是 大家都知道 200年 總之陳奕均之前 是不是胡振忠 我忘記了 都是跟香港政府有些距離 陳奕均更加不用說 所以一直都沒有這件事 TU就說 那沒辦法 為何香港的學位貶值得這麼厲害 因為香港工種少不夠多元化 吸納不到各種不同的人才 這是事實來的 甚至是我們在說 大家比較尊重的胡蘇貞 那時候在說 這個吸引人才計劃 他都說 那些搞石油嵌探 搞環保 那些 真的不要過來 香港不適合你 這樣 這不是我說 這些 文匯報都說 月入三萬元都不敢生孩子 是吧 為什麼 你說說教育開支 那些市眼傳媒 只是說開支 只是說貴 敢不敢說國安藍細胞 不敢說 早年 即使沒有國安藍細胞 大家都覺得養孩子的開支 是很大的 就是 你生個兒子出來 你要贏再起跑線 你要講 小孩 早上要學琴 下午要學泳春 那些全部都是錢來的 是啊 現在很嚴重 你如何對年輕人 大家看在眼裡 都不敢生